依據這個接獲開發並捷運設施的整體規劃來配置 那希望未來配合這個土地開發大樓的地理位置 以及建築的配置會有利於地主來參與這個大眾捷運系統 土地開發的一個效益 那這個是我們主要的一個現況 那現況大部分都是這個公寓的一個建築物 那這是89項的後側的一個現況 那現況各位地主應該比我更清楚 那在都市計畫變更的部分 這個地區就是現在目前已經變更成捷運開發區結三用地 那就是紅色區線框框的一個位置 那土地開發的目的及作業流程 那在這個捷運開發的土地目的主要是設置捷運的出入口通風景跟機場的部分 那捷運用地取得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夠這個公共設施能夠如期的完工 然後通車 那各位參與這個土地開發是結合這個民間跟公共能的力量 那藉由這個土地開發的方式能夠提供這個捷運系統用地的 的